歡迎收看二輪真心話 要介紹的是Tailin E-Ready推出的第一款電動車E-Ready Fun 這台車是在今年8月推出的 打的市場就是佛女性市場 它的競爭對手有Gogoro3跟洪家騰最近推出的AI3 這台車的建議售價是74980 跟它的競爭對手比起來算是便宜了幾千塊 在外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頭燈是採用雙魚眼式的頭燈 我覺得算是滿有設計感的 而且它外圈還有光環的設計 可能從遠遠一看就是知道這台是A-Ready Fun 在我們網上看到這個風鏡 就是這個效果 裝飾再來我們看到的儀表版 儀表版的話跟Gogoro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看到它是採用一個方形的設計 日間的顯示度的話有待加強 雖然有點沒有那麼清楚一點 就在像現在正中午這種陽光照射的狀況下 日光充足它反而會有一點反光 對它的玻璃是有 它的這個鏡面是有點反光 不過它的資訊跟它的配置是算滿簡單的 是它有所謂的Power模式嗎 沒有這台車的話它沒有方格期的功能 它就只有回充模式跟Smart模式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它在動力上的表現 會相較之效會比較差嗎 動力的話基本上是跟Gogoro3 是採用相同的動力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儀表版上面 這邊有個藍色的TL 那這個藍色TL的功能呢 就是說它可以連接手機 喔 如果你今天就算 實體的這個卡片鑰匙沒有帶的話 你也可以用手機去做啟動 對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跟Gogoro有差異 就是這個把手 對 把手的部分的話握把套 那它是採用比較粗格子 有點像蜂巢的感覺 不會滑啦 你覺得紙滑的效果比較好 這個置物空間的部分 對 置物空間我覺得算是 滿貼心的設計 因為它有兩個 你可以放飲料 你也可以放一些雜物或是錢包 手機 或是女生的小包 那我們看到這個前面的掛鉤 結合了USB 直接就做在側面 橡膠蓋 但我自己覺得這橡膠蓋好像有點鬆 都是我錯覺嗎 其實它掛鉤來講 因為它可能整合了這個USB的充電 所以它變得非常粗壯 也是有好處 應該相信它的負重能力應該是不是不錯 那我覺得再來一個重點就是它的坐墊 坐墊 皮質包袱 皮質包袱 質感來講我覺得相當好 它還有一點點小小別處性材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這個車縫線 縫線的部分 車縫線就是整個貫穿整個坐墊 真的是不錯 而且它其實它的泡棉是滿厚的 長度也比較長 跟狗狗肉比的話 真的嗎 對 那雙在騎乘的狀況下 一定會相對舒適的多 我覺得根本可以三個人 這太誇張 不行啦 看到這扶手 後扶手 其實後扶手它是一體式吧 有點削光色 磨砂的感覺 狗狗肉的扶手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多了這邊可以抓 手能抓的空間會變得更大 對 可是它的重點 新陳式LED尾燈 下面還有一個E-Radio的字樣 設計也滿細緻的 而且它整個原廠的整合度都非常高 那在避震的部分 然後採用的是 雙槍的 雙槍的無段可調式 因為我剛剛自己在騎的時候 是覺得算是 後避震算是原調偏軟一點 偏軟是不是 對 前叉是不錯 但是後避震我覺得是偏軟 尤其是雙在的狀況下的話 過一些坑洞的時候就會變得比較 容易 對 狂洞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其實它外型是好看的 對啊 它的彈簧還是用這種 有點像鐵灰色的彈簧 這有做搭配的 有 它有用性在搭配它這個配色 安全方面應該也是 以市區正常的騎乘 跟通勤的使用上面來講 應該是堪用的 堪用 因為它搭配的是CBS聯動式的灑車系統 前後是聯動的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 如果它推出ABS版本的話 我覺得是會相當不錯 擠壓高 沒有啦 就一個 受限於它的價格 對 應該也是有關係 74980 74980 其實CBS就已經可以在 一般的使用上 達到滿好的自動效果 對 我們 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 固定式 外露的腳踏 顧名思義就是 沒有Fashion Top 很傳統啦 其實就跟很多傳統的腳踏是一樣 就是它是外露式 一體式的這樣子 對啊 但它上面其實有做一些 指滑的一些紋路 Gogoro 3 也是用外露式 真的嗎 對也是差不多類似這樣 但是 紅家層的AI3就是用 就是有Fashion Top 就是它的車寬就變寬了 對 所以它可能在停車的時候 就會變得相對的困難一點點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看 它的置物空間 置物空間 大家最關注的置物空間 26.5升 放了下這種 國產的四分之三安全帽 是可以做到 而且它是側放跟正放 都是可以塞進去的 然後再加上一點 這樣的一個刮皮 雖然我們大家不太建議 去戴這樣的刮皮 因為其實它安全性 相對是低得多 但是如果你要在後座的話 你不想要把帽子掛在外面的話 就只能這樣的配置 放了這個刮皮 再放了四分之三之後 頂多就是加一雙手套 記得帶自己的安全帽去試 才會知道 你的需求是不是真的可以滿足 那前面有兩個 就是通用規格的Gogoro的電池 那我覺得裡面如果可以再多一個 置物箱的LE燈的話 我覺得 有個照明燈 那最後我們來到了 什麼樣的人適合買呢 老師你覺得什麼樣的人適合買 我覺得它其實很明顯 它的整個市場的方針跟策略 不管是它的車高 它的外型 還有它的整個 像是省力中柱的設計 這種比較貼心的 這種小細節 小巧思 都是衝著女性來的嘛 它的省力中柱真的 只要一隻腳 真的只要一隻腳 雖然說它的車重 對女生來說應該是偏重的 120公斤 但是它還有多的省力中柱 所以這一點可能可以 相對的減少一點 就是女性在 剛接觸到這台車上面 會有不順手的一些狀況 然後置物空間 如果是女生一個人騎 一個人 絕對沒有問題 四分三 塞得下 而且女生如果又是小貓體的話 是更沒有問題的 還有動力的部分 8.3的馬力 對 8.3P的馬力 其實在市區的通勤跟移動裡面 都不會造成太大的困難 我覺得其實就算是 男性騎士要騎也是OK的 對啊 因為它有其他配色嘛 對 它其實還是有 比較偏中性化的配色 應該可以應應到 所有大部分騎士的喜好 最重要的價格 對 74980 不會太辛苦就可以入手的價錢 接受範圍 OK 這就是我們 第三期的二輪真心化 開靈E-Ready的簡短的一個介紹 還有我們的一些真實的心得 整體的感受 還有它外觀設計 還有騎乘上的一些方面來講 其實對我們來講都是算還蠻不錯的 你的感覺呢 你自己是狗二的車主 對你自己是狗二的車主 對你自己是狗二的車主吧 相對於這樣的一個統計對手的誕生 跟在市場上去做一個衝撞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一個預估說 它在市場上能造成怎樣的衝擊 我覺得其實相當開心 因為現在那麼多的電動車推出來 那我覺得它在一些用料方面 其實都還不錯 相信可以在這個區間 來達到一個市場競爭力 那我們就來期待我們下一期的二輪真心化 如果想要看什麼車 或是想要邀請怎麼樣熱門車款的車主 來到我們的節目的話 都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們 讓我們知道 跟我們一起討論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 7car小汽車觀點的頻道 還有我們的7carnews新聞頻道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加速夠快了老闆 哇 欸欸欸欸 欸老闆不要 不要不要 現在我們這樣 車會不會斷 在轉嗎 老闆OK了 等一下還回去車壞掉 不要再弄了 不要再弄了 等一下壞掉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7car的店子商務 全新的平台7car shop 已經正式上線囉 如果你也想買我親自嚴選 或者是我親自研發的汽車精品 歡迎到我們以下的網址 shop.7car.tw 來參觀選購喔